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媒晒出于二位的合照 表示归队赶爆棚 辽宁队官媒写道 在经过近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 远赴西班牙进行海外拉链的辽宁队 在当地时间8点左右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由于之前在国家队训练中受伤的赵继伟 目前也正在马德里进行康复 辽宁队总经理李洪庆和主教练郭世强第一时间去探望了赵继伟 在赵继伟租主的地方见到他之后 李总和郭导高兴地看到 赵继伟已经可以通过双拐自己走路了 他们询问了继伟这段时间的情况 及后续的治疗计划 并叮嘱他不要着急 好好养伤 虽然队友们也非常想念继伟 但因队员们当天下午还有训练安排 大家都请李总和郭导先帮他们转达对继伟问候 他们会在稍后的时间里登门拜访 纪伟在了解到球队在马德里的训练和比赛安排后也表示 在做好自身康复的同时 他也会找机会去看队友们的训练和比赛 根据计划 辽宁队将在马德里训练一周的时间 期间还安排了一场同当地球队的热身赛 18日 他们将从马德里去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 前往扎达尔 参加在那里进行的扎达尔锦标赛 上赛季 赵继伟共为球队出 占了48场比赛 在场均27.1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他可以得到8.1分 2.8篮板 4.2助攻 1.9抢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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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